躺平的一天从美好的午餐开始 40家两人在上海的老婆小李已经躺平一年了 之前那篇高性价比Branch大受欢迎 看起来关注我们的都是吃货啊 好多小伙伴告诉我后来也去团了劝 偷羊毛去了 嘿嘿今天我又找到新羊毛了 不得不说小红书真是太宠打工人了 这次又上新了228元两次的双人餐券 相当于一次只要114元 就可以吃原价200多的双人餐 折扣低于6折 人均只要62元 快叫上你的同事或者搭子 一起去吃吧 和之前一样团购圈里有很多家店可以选 我选的这家环境和菜品都非常棒 就在四南公馆鞋对面 非常适合在新天地上全上班的打工人们 这个套餐有两份主食 我最喜欢这款奶油军菇有鸡蛋意面 主要是下面有生鸡蛋蛋黄 搅拌混合奶油后是双倍的浓郁 酱料均匀的包裹住面条 入口丝滑 还有一道主食是义式黑松露军菇会饭 三猫比较喜欢这款小清新的会饭 入口很清爽 前菜我选了金枪鱼牛油果 另外还有无花果梨麦 下次试试另一款 主菜是一份圆切牛排 还配送一壶五仪红茶菲子酵 和牛肉很配哦 周五荤素搭配 感觉营养超均衡 吃完还可以坐会喝喝茶 或者在附近的思南公馆散散步 看看花花草草消消食 套餐里还有一次兑换机会 可以先囤着 在活动期间隔几天换一家继续吃 这次换一种风格 选了这家粤菜餐厅 古洋食坊 地段环境都很不错 也是在新天地商圈 这地段吃到114元的双人餐 老板是要把自己打骨折嘛 前菜黑松露菠萝油 一口下去还是很震惊的 热热的菠萝油外皮酥脆 里面是混合了黑松露的黄油 冰火两重天的同时 强烈的黑松露味 扮演整个口腔 一人一半还是有点意犹未尽啊 爆浆芝士虾饼 这个名字不是白叫的 汁水差点飙到脸上 芝士也太能拉了吧 绝对是芝士控的最爱 煮食我选了干炒牛盒 这么大的牛肉片震惊了 炒得一点都不油 难道这就是繁花里面 宝总最爱的那种干炒牛盒 蔬菜也不能少 最后是这道丝瓜蛤蜊煮鱼豆腐 汤很鲜 鱼豆腐还挺好吃的 虽然是打工人套餐 但也很适合我们躺平人啊 因为省钱又吃好 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 躺平了就得精打细算 我会继续挖掘超高性价比的美食 推荐给大家哦 看到滑森的餐圈 就赶紧囤着慢慢吃 好了 里边有你们喜欢的店吗 评论区再讨论哦 吃饱了 我们先去躺了 大家下回见